耳闻泛音清流 眼观禅画妙境 体会格言义趣 验证生活授意 字字流露自信 句句智慧结晶 进入自我正觉 悟出人生真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听老人言栏目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关于善知识的问题 棱眼睛有云 末法时代 邪诗说法如横河沙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依据什么标准 来判定善知识呢 遇到真正的善知识 我们又应以何种态度 师从善知识学习呢 让我们一起聆听今天的答疑解惑 什么人才是真正的大善知识 什么人才是真正的大善知识 真正的大善知识 一定要具足 戒定学习 有修有学 有正 有正 现在找正果的人 找不到 真正找到 有修有学的 就不错了 跟他修学 不会错误 在我们现前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面 最低限度 一定要具足 弟子规 太上改映片 时善业道经 这三个根 天天读经 时时持戒 这就是一个真善知识 如何才能遇到真善知识呢? 遇到真正善知识 这种缘分 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们做学生的 求老师呢 老师在一生当中 找一个真正的好学生 更难 这都是素世的缘分 过去生中有缘 这一生 由三宝加持 做增上缘 才会遇到 遇到善知识后 成败的关键 就在成静这两个字 印光大师讲得很好 一分成静 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静 得十分利益 我们对老师 要真诚 恭敬 这是为什么呢? 有真诚心 恭敬心 才能接受老师的教诲 才会依教奉行 所以 真诚心的表现 就是 如教修行 对老师欲真诚 老师讲的话 真跟圣旨一样 我们会很努力去做 如果 我们对老师讲的话 阳奉阴违 不愿意去做 这是一点诚意都没有 如果 没有诚意 我们得不到利益 实际上 老师讲的话 我们没听懂 所以 事出事间法 学习的关键 都在 成静二字 绝不是老师 刻意要求你尊敬 如果这样的话 这位老师 决定不是好老师 不是真正善知识 成静 是我们性德的流露 绝对没有虚伪 虚假的成分 只要有这样的本质 这个人 是法器 他能接受 你不帮助他 你有罪过 他不能接受 你不必帮助他 为什么 那叫白费功夫 因为 他已经字满了 填不进去东西了 所以 在这一生当中 遇到这个缘 学生肯学 好学 老师肯教 欢喜教 这里面 有真乐 有成就 但遇不到 也丝毫不能勉强 关于善知识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集 我们将讨论 关于出家修行的问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愿消散张》 主烦恼 愿的智慧证明了 不愿罪障 喜笑愁 世事长行 菩萨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